台中市甚至在之前有發生南投或者是彰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部的这个治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那尤其在台中市多次的这个枪击的这个问题 所以台中市的治安事实上已经拉起了警报 所以在这里呼吁台中市整个这个治安的这个问题 应该来加强治安的这个管理 那也希望说议会这边实在力量年轻的力量能够 请市民来支持能够进入议会监督市政 包括我们的治安交通还有各种这个各项市政的问题 治安问题必须要从制度面去着手 警察能不能发挥他们的效能其实非常关键 那目前台中的警察的编制总共有7500多位 那我们实际上却只聘请了6600多位员警 那根据内政部的警察的数量的参考标准来证实 直辖市的警民比应该是1比350 但是在台中却是1比424 每个员警要服务的市民其实比正常的标准多了70几位 所以我们之前去准备打,在台中却在市面上加小区 您可以看到市面上等一位 终于第二位 您可以发展中却的地盘 你如果在市面上还开到市面上 您可以看到市面下橄标准多了 开remo后 停转的